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快就来到最后一集 《实试跟团铁地游巴里篇》 上一集和大家开箱巴里度假式酒店 潮性情人崖 近距来见到梯田 以及在金巴南海滩 望着日落吃晚餐 最后一集就带大家去 去巴里室内传统市场疯狂shopping 到访瀑布和咖啡工厂 更会带大家吃印尼烤鸭 去旅行怎少得shopping的环节呢 我们经过过不少景点 附近都有市集 不过全部都是位于室内 今次就带大家来到这个位于室内的传统市集 一共有ABC三栋 虽然这里是传统市集 但其实它是室内 里面也有冷气和风扇 所以大家就不用热地逛街了 每栋都有不同特色 例如AB栋就主要售买衣服 而C栋就卖油画 各有特色 这里的商户都非常热情 如果你没有走过去的店铺 又经过他都会很热情地问你要不要 又说可以便宜点便宜点 所以大家买东西的时候 千万不要触动 一定一定要港价 因为至起码都可以港到半价或以上 例如这种木製装饰 原价为20万印尼盾 港价之后大减至8万印尼盾 即是港价40多元左右 而拖鞋就可以由10万盾减至4万盾 只需要港价20多元便有交易 还有很多这些首饰 架纸 沙滩装 布袋 和旅行必买的明信片 大家不妨用下牙力讲解吧 疯狂shopping完之后 当然要填饱肚子了 上次带大家吃了印尼炸鸡 今次就来吃传统烤鸭 整间餐厅的设计都以藤为主 除了可以坐中间的餐厅之外 外面还有一个个凉亭给大家用餐 而凉亭下面就是河水 超级有feel 印尼烤鸭又称装鸭饭 有齐全只烤鸭 串烧 配菜和白饭 鸭用了香料腌制 经过油炸之后 外皮非常酥脆 建议大家吃的时候 用手直接擦肉食 会比较方便 吃完还送水果 除了食物之外 这间餐厅亦都非常打卡的 环境够清幽 大家吃完饭 还可以坐在河边打卡 慢慢欣赏巴厘的风景 提到自然风景 怎可以不少得瀑布呢 这个瀑布位于巴厘道的东南部 交通非常方便 所以吸引不少游客来朝圣 同样地 一进门口首先会见到市集 售卖各式各样的印尼手信 再走前一点就可以见到瀑布 远距离都可以感受到它的澎湃 如果想在最佳位置欣赏瀑布 就一定要到最底 才可以见到瀑布的全貌 想见到美景 首先要做运动 由入口走下去至少都要5分钟 楼梯还要非常斜 走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沿途还有一些打卡位 落到地上沿着木梯走 就可以直接见到瀑布 不少外国人都会在瀑布下的水池玩水 旁边还有迷你水池被游客消暑 不想落水的你 都可以选择在瀑布旁边 或者附近打卡拍照 提到印尼 当然不得不提猫屎咖啡啦 今次最后一个行程 就是带大家来到咖啡工厂 由工作人员带我们入贵宾 教大家由最基本开始认识咖啡 例如母豆和公豆的味道分别 还会给大家即场试饮 全部都是这里即炒的咖啡豆冲制移成 喝完之后大家还可以即场购物 根据自己的口味 选选咖啡豆 还有猫屎咖啡可以选 这里还提供即场磨豆的服务 方便大家拿回香港就可以立即冲来喝 来到行程的尾声 记者觉得今次的行程安排 真是非常不错 漫游巴里的同时 可以看到不同自然美景 例如货山、梯田、高原景区等等 途中还有很多打卡位 一定会拍到美照 当然不少得印尼美食 一次过满足大家三个月望 如果未去过巴里的你 不妨考虑布团啦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